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的第68题 让我们来看一下题目说些什么 他说王同学到台东太马里野外调查 观察南北向剖面的折皱构造如图 OK,经过详细调查之后 地层的程序由1序由1到5越来越年轻 所以呢1是最老的,5是最年轻的 好,接下来他说判断折皱构造时 需考量地层年代的排列顺序 对于这个折皱的构造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于是他底下呢就给你了 有反转没反转跟背鞋还是向鞋 所以其他这一题就在问你说 你懂不懂折皱跟向鞋跟背鞋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折皱是什么 好,折皱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地层啊 在经过一些压力的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形变啊 好,那这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想,有办法想象一下 它是怎么去产生的吗 没办法想象的话 我们来感觉一下好了 想象你今天早上去买一个三明治鱼 于是你就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把它叠起来 对不对 最先叠的就底下那一层吧 最后叠的就是上面那层 所以上面那层最年轻 这样可以吧 好,那于是呢 这时候你把它放在你的书包里面 然后呢在你的书包里面受到一些压力的变化 于是呢 这时候造成你的三明治的形变 于是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跟刚才地层其实长得很像 有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的地层的这个折皱就是这样来的 好,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折皱 我们来去拆解一下 我们把它拆成凸起来 跟凹下去的两个部分 我们就会把它拆成背斜跟向斜 背斜呢 有没有发现它拱起来就像一个背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背斜 向斜呢,我们发现它就是向下的感觉 所以就向斜向斜向下斜 OK,背斜就拱起来像个背一样 好,但我们知道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就来解解看题目 好,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这个图 它说一个背的形状 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背斜这个答案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又再看看 它到底是倒转还是没倒转 好,然后呢 它说五是最年轻的 而一是最老的 跟刚刚是不是记起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背斜结合 外面这层绿色的 应该是你最后叠上去 就跟三明之一样最后叠上去 所以外面这一层应该是最年轻的 而底下这一层应该是你最原始 最原始叠上去的 所以这一层应该是最老的 可是刚刚好像相反 里面最年轻,外面最老的 那我们要在什么情形之下 才会把它形成像刚刚这个样子呢 我们试着看看好了 如果我们把这样图做一个翻转 180度 这我们发现什么 里面这一层是最年轻的 而外面这一层是最老的 有没有发现它跟刚刚某个很像 对,它就是跟刚刚的相斜很像 外面是最年轻 而底下是最老的 所以其实这一个题目啊 它答案是一个相斜的构造 然后呢,被翻转了180度 所以它是以翻转的相斜构造 不知道大家这一题答对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咯